大家好,炒芹菜的时候,我们很多人都是先焯水,或者是直接下锅就炒了 其实芹菜焯水之后,很大一部分营养就流失了 直接炒的话又不好吃,看起来颜色也不漂亮,而且还不容易熟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特别好的做法 炒出来的芹菜好看又好吃,招待客人也非常的有面子 把芹菜洗净之后,切成约三厘米长的小段 切好之后,全部放入到盆子当中 往里面加入半勺食盐 然后再加入适量的清水,冒过芹菜 把芹菜轻轻洗一下,然后放在里面 炒出来的蒸汁,让你开心 冷藏再喝一半 炒出来的喔 盆子当中 好后,盆子进一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